是去苗栗的城南有機農場 還有院裡的愛情果園 所以有種菜以後去看農場 跟自己沒有種菜的時候去看農場 那個感受他們是不一樣的 他們就是學員自己講出來 就是以前去看就是走馬看花 然後自己學種菜以後去看 人家怎麼種 然後肥料怎麼用 然後怎麼管理 那個感受就不一樣 啊學期末就自己種菜 他們還賣的蠻高興的 雖然我們菜自己種菜不多 就是蘿蔔啊 然後有一些高麗菜啊 蔥那些 但是大家能夠感受一下賣菜的那個感覺 好那正學期我們把標的稍微做一個轉換 就是我們正學期在教學的部分 我們就集中幾個水 幾個作物 像種水稻 種玉米 然後 另外就是做魚菜共生這個部分 我去教他們一點 魚菜共生的意思是 養魚又養菜這樣子 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好 然後一部分就是跟小朋友做互動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這幾人也不多 大概八個到十個左右 但是 好熱 好 好 那我們再五到十分鐘 趕快把這個藝禮結束 然後我們去逛菜園 好不好 好 我們都是一家人 好沒關係 我們一家都是人 我們其實我們平常在上課 社大是比較單純 社大是比較單純 社大來的話就是 都是成人的學習為主 我們自己菜園子的話就是 就是 爸爸媽媽會帶小孩起來 所以我們 我們菜園子那邊是 有比較多是親子學習的 好 那上課這個部分我們都很習慣 好 這是我們課程安排 這個我就不 我就不再介紹了 那水稻我們就從自己育苗開始 好 我們就自己 這個稻總是去年流下來 然後颱風吹過以後呢 欸 麻雀吃剩下的 去年颱風呢 把這間教室也吹倒了 然後水稻田也吹了蛋七八糟 然後我發覺 隔天來那個水稻田裡面 那個麻雀非常的高興 因為他找不到東西吃 就我們菜園 有那個稻子可以吃 所以就 我們這個稻子是 大概是麻雀吃剩下的 然後 另外再去跟人家要一些 所以我們種稻子 有時候會收成 有時候會收成 然後 有時候不收的話就 拿來餵麻雀 餵這些鳥 我們其實 對於栽培的部分就是 會比較自栽一點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奮鬥的過 跟那個麻雀奮鬥的過程 還蠻好玩的 還蠻好吃的 我們種菜